吴君老师,欢迎! 大家好,很高兴跟苏清老师一起录这个视频。 对,吴君老师,你的频道叫Sticky Note Chinese,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 然后你也会开始做更多CI的视频,对吗? 对,我努力,做视频真的花很多时间。 对对对,那今天我要和吴君老师玩一个游戏, 我要让吴君老师猜一猜我吃过最奇怪的一个东西。 嗯,嗯,好。 OK。 嗯,首先我知道你是福建人,对吗? 对对。 嗯,因为我觉得福建可能有很多奇怪的菜。 嗯,嗯,好,第一个问题吧,你这个菜是中国菜吗? 不是。 哦,不是。 嗯,对。 那什么国家的菜? 是日本的。 日本的? 嗯。 哦,所以这个菜是动物吗? 对。 动物,嗯。 嗯,嗯,我觉得。 嗯,这个菜是活的吗? 嗯,活的。 不是,不是,不是。 动物还没,没死。 它撕了,撕了。 嗯? 对,不是活的。 不是活的。 嗯,不是我想的。 嗯,是活的。 嗯,所以这个菜是甜的还是咸的? 咸的。 咸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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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对。 日本的奇怪的菜。 对。 日本有很多奇怪的菜。 嗯。 嗯,所以这个动物是水里的吗? 不是。 嗯? 嗯,这个动物。 不是鱼。 不是鱼。 不是鱼,对,不是。 不是鱼,也不是虾。 不是。 嗯,所以你觉得这个菜很奇怪是因为这个材料很奇怪还是这个做的方法很奇怪? 嗯,好问题。 嗯,所以这个材料不奇怪,这个材料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吃很多,我们常常吃。嗯,这个做法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吃法很奇怪。嗯。 吃法很奇怪。嗯?嗯?你觉得我知道这个菜吗?嗯,好问题。这个东西你一定是知道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吃,但是就是在日本的这个吃法,这个做法,我觉得可能你不知道。 哦,那我先猜一猜是什么动物。嗯。 所以你说是动物,对吧? 所以是一个肉菜。嗯。嗯,嗯,这个动物是……。 是……羊? 不是,不是羊肉。不是。 牛肉? 不是。 猪肉? 不是。 鸡肉? 对。 啊? 鸡肉,鸡肉很奇怪。 嗯哼。 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很多人就是听到的时候,他们都会吓一跳,就是啊?日本人这么吃鸡肉吗?就他们觉得很奇怪。 所以加拿大一定没有。 鸡肉,可能你没有吃过。嗯。 嗯,对,我觉得我肯定没吃过。嗯,对,我觉得我肯定没吃过。 而且,如果是鸡肉,那肯定不能是生的,是,生的鸡肉不可以吃,会生病。我想。 等一下,日本人吃生的鸡肉。哦,真的?嗯。 啊,生的鸡肉,你知道现在就是电视里会告诉你,如果你要做鸡肉,你一定要把手洗得很干净,因为上面有很多很多细菌。嗯。 沙门士菌。嗯。 嗯,对。 啊,日本人生吃鸡肉,这个我不知道。 对,然后这个,呃,不是所有的鸡肉都可以生吃,对不对?在日本有一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很多饭店,他们就是做一个东西。哦。 哦。就和中国特别不一样。嗯,我觉得对。中国的饭店就是卖所有的东西,然后那个菜单这么大,然后有一百个菜。对。 日本有好多饭店,他们就是卖一个东西。对。 然后呢,这个饭店,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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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饭店不是很特别,但是我吃的这个东西呢,它是鸡的一部分。哦。 然后它是生的。哦。 你,哦,所以,哦,是生的,不是活的,但是是生的。哦。 哦。那,那你是,你是什么时候吃的? 我应该是,呃,我想一想啊,我去年去了日本,不是去年吃的,应该是前年,前年是二零二二年,对不对?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对对对。 二零二二年去日本的时候吃的。嗯。 所以是,呃,夏天,秋天。 那个时候应该是,呃,有一点点冷,所以可能是秋天。 啊,嗯。 所以这个菜是有在某一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吃,还是什么时候都可以? 什么时候都可以吃。 嗯。 生的,所以,对。 生的,鸡的一个部位。 嗯。 对。 所以。 很难,很难想像,对不对? 生的鸡肉就是听起来很可怕。 很可惜。 对。 是鸡的心? 鸡心? 不是,不是鸡心,不是心。 嗯。 鸡的,啊,我不知道。 所以,嗯,那你吃了以后,你吃了以后,嘴里什么感觉? 什么口感? 噩心。 噩心。 所以你觉得不好吃,是吗? 对,我觉得不好吃,我讨厌所有生的东西。 对。 但你为什么吃? 我告诉你为什么。 在日本有一个东西叫オマカセ。 嗯。 嗯。 オマカセ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你不可以决定你要吃什么,厨师决定你要吃什么,对不对? 嗯。 然后呢,一般来说,オマカセ是很贵的。 就是,你要相信一个厨师真的很好,你才会让他决定你吃什么,对吧?嗯。 所以他们会决定说,OK,这个季节我们要吃这个肉,我要,呃,用这个做法。 然后呢,你,你不可以决定,我帮你决定你吃什么。 好,那我知道我不喜欢吃生的肉,所以我没有去这种饭店,我觉得太贵了。 然后我又不喜欢,嗯,因为オマカセ一般来说也是吃生的鱼肉嘛。 嗯。 还有很多很多生的东西。 然后呢,我去了一个普通,很普通的酒吧。 然后他们有一个,呃,菜单,嗯,就是你可以点。 这个酒吧吃很多烤串。 嗯。 就是烤鸡肉啊,烤,烤鸡心啊,等等等等。 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不点,你可以说我要一个オマカセ的。 对,嗯。 然后我觉得,诶,我没有吃过オマカセ。 我要试一试,因为很便宜,就是可能几百日元,可能五百六百,我忘了。 然后我觉得,诶,那这么便宜,我可以试一试,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知道我要吃生的东西,我当然不要,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想它是鸡肉嘛。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肌肉啊。 对,我就想我说肌肉一定。 我觉得如果是生的,肯定是海鲜啊这样的。 或者牛肉。 对。 但是它是肌肉。 啊中国,呃,但是也有国家的人吃生的猪肉啊。 啊啊,对,对。 德国。 但是真的鸡肉 因为我一直觉得鸡肉很脏 鸡肉上面有很多细菌 我没听过鸡肉是可以生吃的 日本有专门吃生的鸡肉的店 我也是很害怕 我是所有的生的肉 我都不太可以接受 也是一样的 对然后 他们来了几个串 鸡肉串 然后我觉得OK鸡肉我可以吃 然后这个鸡心 我说这个鸡心看起来 好像有一点点生 对然后但是呢 我认为我是一个就是 要尝试所有东西的人 然后我的男朋友在我的旁边 他一定是不会吃的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我说这个看起来有点恶心 但是我应该试一试 我没有试 我不可以说它不好吃 对不对 然后我试了 它的口感和果冻有一点点像 你可以想象 我觉得生的东西很多 他们的口感都是那种 乖乖乖乖乖乖 就是什么 Q弹 对对对 果冻的那种感觉 对 我不喜欢 我心里不可以接受生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 就是是一个串 但是没有烤 就是一个串上来 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烤了一下子 对 所以外面的颜色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我有一点点忘了 我还有那个照片 我可以发给你 但是我记得就是它看起来还是生的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烤了几秒 因为你知道鸡肝其实有一点大 对不对 它需要很长的时间 等一下 鸡心还是鸡肝 鸡肝 我很好奇 那这个上面有什么味道吗 有什么调料 盐 日本 对好问题 日本人的话 一般我觉得如果他们做烤的东西 他们有两个味道 一个就是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teriyaki 就是那个甜甜的 对 对 我记得那个应该是甜甜的那个酱 应该是teriyaki的酱 那还好 就是还 不好 还有味道 一点也不好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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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不好 不好 真的不好 真的很可怕 那所以你吃了这个之后 你吃完了吗 没有 你咽下去了 你吐了 没有 我没有吐 我吃了 我吃了一块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试一下 对 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体验 对不对 我应该试一下 如果日本人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吃 我相信他们 我要试一下 对 那你吃完以后第二天 有没有肚子不舒服 没有没有 那没有 那没有 我觉得日本是很安全 很干净 干净 我在日本和台湾 真的从来没有 就是肚子觉得 肚子痛 从来没有 对 蛮有意思 这个我真的 我不能接受 我可以吃生的鱼 或者生的虾 但是鸡肉真的太可怕了 对 我觉得鸡肉猪肉真的 就是你心理上 就是觉得很难接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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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对 所以我觉得 但是很有意思 因为我一直觉得 就是如果你去旅游 如果有的时候 你没有吃到很好的东西 它可能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故事 对吧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对 因为我感觉可能中国人 说起中国菜很奇怪的东西 是一些那个食材很奇怪 虫子啊 嗯 什么奇奇怪怪的 对 但是这个是这个食材不奇怪 但是吃的方法很奇怪 嗯 对 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就是想到日本的东西就会觉得啊是寿司是生鱼片拉面就是都是很好吃的 嗯 甚至有时候觉得是很很高级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 但是因为我在日本我常常去那种特别地道的日本的饭店 哦 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也是我一定要找日本人去的饭店 然后我找找找 我找到了一个饭店 然后这个饭店我说哇这个饭店一看地道 为什么 怎么一看 我也不知道 很小看起来很小 还是 非常小 非常小 然后老板是一对很老的夫妻 老爷爷老奶奶 嗯 我特别爱去这种店 因为我可以说日语 我可以和他们交流 然后我就特别开心你知道吗 我说哎呀我总是可以找到这种特别地道的饭店 然后我一坐下来 然后我发现我旁边有一罐的蛇 是泡的酒 对我特别害怕蛇 我不可以看到蛇 对 然后我就跟老板说哦我特别害怕蛇 我没有办法坐在这里 我可不可以换一个位置 然后他说可以 然后老板给我那个吃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 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很像蛇的肉 太逗了 对 就是哦 我真的老是去这种很奇怪的饭店 然后老是能看到很奇怪的东西 嗯 我喜欢去那种看起来很小 很便宜的饭馆 嗯 但是我可能嗯就是我没有办法去点那种 我不知道是什么或者看起来有一点奇怪的菜 但是如果你去日本的这种地道的饭店 他们是没有英文菜单的 哦 翻译也翻译不了 所以如果我不懂日文那就真的 你不太可能会去你不会去 然后你知道我觉得日本有一个文化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有一些饭店哦 他其实不是特别欢迎外国人 嗯 他觉得麻烦 嗯 对 然后就是他也会觉得说 我很努力的做这个东西 只有日本人知道这个东西 我是很努力做的 然后外国人吃一吃就拍拍屁股走了 就是他们会觉得外国人吃 但是他不懂日本的文化 嗯 所以他不会他不会特别欢迎外国人 如果你不会说日语 很多时候他可能就会就是不太欢迎你的意思 嗯 对 我对 我觉得日本人日本文化真的是 就是会把一个东西做到 做很多很多把它做得很好很好 这样 是的 对 对吧 就有时候你会觉得 比如说我去了很多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他有一个特色 嗯 然后就是包子 然后我就说 真的吗 包子是这个地方的特色 对 能做成什么样子 对 而且这个包子就是红豆 就是里面就是红豆 这有什么特别的 嗯 但是我就觉得 我觉得因为我学了日语 然后我看了很多日本的电视啊 电影 然后我看他们吃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虽然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 你很认真的吃它 你会觉得 哎 这个东西可以让你觉得很 很幸福 嗯 对 这个是我从日本文化学到的 嗯 是 是 所以会有那个电视剧 深夜食堂 对 对对对对 是 就是它是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 我觉得 你想一想 如果是一个有钱的人 他每天都吃很贵的饭店 他不可能觉得很贵的饭店很好吃 因为他每天都是吃很贵的东西 嗯 对 所以我觉得 日本的文化 他就是告诉我 就是有时候可能这个东西很简单 但是你去用心 用心的吃 嗯 你会觉得 哎 这是爱 嗯 对 这是厨师用 用爱做的 对 所以 挺有意思的 嗯 没有觉得 我没有觉得他们的东西 对我来说特别好吃 但是我觉得 吃的时候还是 嗯 很幸福的 嗯 嗯 好 那下一次 我们 我们猜一猜 你吃过的奇怪的东西 也可以猜一猜 你吃过最特别的东西 嗯 嗯 好 好的 好的 嗯 我想一想 好 好 那可以 下个视频 请大家去Sticky Note Chinese 去看 我和吴军老师的 另一个视频 嗯 我们看一看 他吃了什么 奇怪的东西 特别的东西 嗯 好的 好 好 那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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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